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 奇怪的信 在某地这么一个小区里边 这住的是因老年人居多 原因很简单 这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小区了 这年轻人大部分都受不了这儿的破败 早早的就搬走了 这些老人呢 跟着自己的儿子女儿搬出去了 还有一些的舍不得搬走 毕竟住了一辈子都已经习惯了 还有一些人呢 是想走也没办法走 因为他们没有儿女 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住着 还说这老张头 就是这么一个独居的老人 他住的楼层并不高 二楼 除了一楼的住户 其他的人出门或者回来 都路过他家门口 不过呢 却没人在意他 有的时候 其他的住户会有儿女 孙子过来探望 整栋楼里边 都被年轻人和小孩子弄得热热闹闹的 只有老张头家 总是冷冷清清的 他一个人也没什么事做 平时呢 就养花逗鸟 还有时间了 还写信 这老张头写信这事呢 还是一个邮差发现的 新来的小刘是负责这个片区的 邮件收发的 老张头所住的这小区外边 有一个邮筒 平时也没什么人写信 毕竟说 在现在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 很少有人在相信 用信件去交流了 不过这个老张头呢 是个意外 他一个人住 他还给一个老朋友写信 每次都是用最朴素的 那黄色的信封 地址是用钢笔写的 有的时候呢 老人家不注意了 就把墨水进尸的信封 地址都难以辨认 一般呢 邮局处理这样的信件 都是退回 不过小刘觉得 老张头太可怜了 凭着自己前几次 拿过信记的地址 就给他寄出去了 这邮局里边也有前辈 劝这小刘说 别太多管闲事了 没什么好下场 小刘是刚到这邮局不久 他不明白前辈 说的什么意思呀 前辈放下手中的伙计 就神秘地跟他说了 我告诉你 老张头那寄信呢 就是假的 书见人是假的 回信也是假的 小刘正好要出发呢 听前辈这么一说 不由他就问了 这啥意思呀 那前辈左顾右派 确定了没人 在旁边之后 才说的 在你之前呢 也有一个同事 负责你那个骗区 小刘心想 这不废话吗 那当然得有人负责了 那前辈咽了口口水 接着说 这老张头写字不清楚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那同事负责久了呢 跟老张头就熟悉了 这平时收信送信的 也打招呼 偶尔还逗逗老张头 养那鸟 就已经是把这老张头啊 当自己亲接来看了 逢年过节的 也上门去看了 说是知道老人 孤家寡人一个 怪可怜的 也当时呢 先爱心送安慰 开始那老头很开心 每次都接待 可是啊 这前辈说到这儿 突然不说了 弄得小刘怪着急的 他来邮局 也有一段时间了 没发现说 这个前辈说过 有这个说书的能力啊 勾得自己 心里边只痒痒 就掉胃口 于是小刘就赶紧催 说说后来怎么了 那前辈诡异的一笑 才说呀 有一次啊 老张头生病了 同时送医院去 没办法 医生说检查不出 老头有什么毛病 可能是心理上的 预计导致的 俗话说呢 叫心病 还得心药医 这同时啊 就想着 要不找一找 老头的亲人 谁知道呢 这一打听啊 老头原来有一个儿子 年轻的时候 意外死亡了 他跟他老婆 也跟着儿子去了 这老张头呢 也是无情无义 都这样了 还一个人活着 倒是我呀 早就跟那老婆孩子 一起去了 这前辈说了个 爹爹不休 虽然小刘并不赞成 他的观点 为什么人死之后 还要多那 无畏的牺牲呢 是吧 但是小刘 为了继续听下去 他没打断 这前辈的话 终于说到重点了 那同事啊 也是好心 想起来 这老张头 不是整天写信吗 没准啊 给那个收信人找出来 见上一面 这老头的病就好了呢 是吧 还好这地址不远 同城的 估计是老人 平时行动不便之类的吧 所以才拿信件交流 这同事觉得 那我就开车过去看看呗 好好跟人家说说 肯定能把人家拉过来 跟着老头见上一面 如果还是不行 那就再说了 同事就照着这地址找去了 没想到 那地方特别偏僻 越走越阴森 最后到了一条小巷子里边 车都开不进去了 同事一看 他根本就没人住啊 虽然说还在我们的送信范围之内 但是呢 就是把信放到门卫那边 门卫那边呢 三天五天呢 才有人来看一次 因为按时自己搬走的 也许还会有人回来 我们就继续送 小刘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就是那老张头啊 给没人住的地方写信 而且写得那么频繁 对方还回信了 这同事不放心的 一打听 喝好家伙 你猜怎么着 原来这老张头的儿子 就是在那附近出的事 小刘听完这些话 整个人都震惊了 他当时明白前辈的意思啊 那就是老张头 一直在给死去多年的儿子写信呢 而且那边还给老张头回信了 小刘走出了幽局 开始工作 但是呢 心不在焉 他也不敢深想 这东西细思极恐啊 啊 为什么当初负责这个片区的前辈会辞职呢 难道就是因为老张头 虽然他无法接受 也没办法控制住自己不害怕 可是小刘必须得工作呀 他到了老张头小区的门口 远远的就看着老张头 笑着扯他走过来 有时候这老头呢 为了方便 就会这么等待着幽差来 亲自把信交到幽差手上 虽然这样不合规矩 但是对方是一老头子 出发点呢 也是不需要再麻烦开邮箱了 小刘也就默许了 今天的小刘拒绝了老张头的请求 他说 张大爷 我跟您说了 您就算是把信给我 我也得再开一次邮箱 您这何必呢 那老头没像以前那么坚持的 而是低着头思索了一会儿 还是说出了实话 小刘啊 这信我不记 是我给你写的 以后啊 我也不会再写信了 一直以来 我这老头子就麻烦你们了 小刘一听这话 以为老张头知道了什么事的 他们的确是在邮局里说过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老张头 那个骗区的邮箱都取消了 小刘急忙接过信来 刚想劝老张头不要多想 可是一抬头啊 人不见了 照理说一个老头子 走不了那么快啊 过了几天 小刘按时到那个骗区去收信 可是邮桶里边 果然是空空的 什么也没有 他看着小区里边 似乎有人在办丧事 就上前打经了是谁啊 有人就告诉他了 你不知道啊 就是那个 一个人住那老张头 星期二死了 他侄子过来 给他办丧事来了 星期二 不对啊 自己最后一次见着老张头的时候是 星期三呢 小刘感觉到坏了 毛骨悚然的 他记得特别清楚 他是星期三 最后一次见着老张头的 而那老张头也说 他不会再写信了 至于那封信嘛 小刘还没看 他也不知道 自己是该看还是不该看了 好了 小刘感觉到 给我 我 besides